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6月13日文章 原题,系好安全带吧 中国对特朗普,专题,画出红线上月这个时候 我正与成都一位中国朋友吃早饭 讨论恶化的美中关系 那天早上能看到的唯一报纸出自名气不大的一家当地媒体 但当天的大字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 宣布中国在贸易战中的三条新红线 奇怪的是 当天中国不少报纸的标题都类似 自末多客报道澳大利亚选举以来 我从未见过如此整齐划一的报道方式 显而易见 我们目前正处于贸易战带来日益严重破坏却难以结束的全新世界 对美方坚持签署协议后仍保留关税的要求 中国不会退让半步 中国也不会接受将来 若美方认为中国没遵守协议 将单方面重新加征关税 中国同样不会接受 特朗普不断扩大的要求中国购买的清单 从而将双边贸易逆差降到一个特朗普选定的数字 这一切显得重大 不在于中国反对的内容 而在于中国选择公开这些 这意味着北京不可能在这些方面让步 在中方看来 若想达成协议 主要就看特朗普怎么做了 之后中方接连发出反击美国的广泛言论 是我三十年来未曾见过的 中国官媒提醒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十二个月 就在朝鲜 专题 半岛把美国打到陷入僵局 这些举动传递的信息清晰明确 过去五千年来外界对中国发起很多攻击 但我们中国人有着忍受痛苦的漫长历史 我们总是战胜困难最终胜出 同时 在政策层面 中国算过了 若贸易战全面爆发 每年经济增长率会减少一 四个百分点 为确保增长保持在6%以上 中国已准备好财政 货币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全面措施 归根结底 双方仍需达成贸易协议 若特朗普想连任 就必须把美国经济增长贯穿至2020年 为此 他不能让谈判破裂 尽管贸易战可能解决 但科技战才刚开始 我们大家都应系好安全带 准备面对世界两大经济体在互联网 变信 金融科技 新兴数字支付系统和全新人工智能 未知领域的更根本性脱钩 作者陆克文为澳大利亚前总理乔恒易 表面是总理的 订阅 全新人工智能